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所有國中生都必須要學的最後一堂課 也是最重要的一堂課 那件事情就是要如何面對失敗 人生沒有永遠的成功 也沒有永遠的失敗 人生不是沒上劍中就不完美 不完美的是你沒辦法面對自己 一個人真正的價值 不是在於你身上的鼠包制服是什麼 而是在於你有沒有即便失敗過 還是有勇氣追逐夢想的那顆星 我跟國生會考結束了 你考的好嗎 今天這部影片只想講一件事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所有國中生都必須要學的最後一堂課 也是最重要的一堂課 我學到這件事情不是從學校老師 也不是從我的父母 而是上了高中 遇到一堆變態電神之後 我才學會的事 那件事情就是要如何面對失敗 過去學校會說 只要你肯努力 成績就會提升 只要你肯付出 你就會有回報 不得不說 在學生時代 讀書確實就是如此 但並沒有人說過 你只要努力 你就一定能達成目標 如果你的老師曾經這樣講過 那我想 他只是想要給你一點希望跟自信 讓你有一個讀書的動力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 每個人的天分也都不同 因此 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花板 每個人都有他的極限 有句話你可能聽過 我覺得說得非常好 如果你沒有成功 那就是你還不夠努力 不得不說 這確實可以給很多人希望 你沒辦法賺大錢 那就是你還不夠努力 你沒辦法買車買房 那就是你還不夠努力 這也許是事實 因為我相信 大多數沒有成功的人 都有個共通點 就是不夠努力 但這也給了那些人一個藉口 自己沒有成功 只是還不夠努力而已 但有沒有可能 那些不夠努力的人 真的很努力很努力了之後 還是不會成功 在我身上來說 我的英文 當初國中考了A++ 上了高中之後 英文卻變成 是我花最多時間 才能勉強及格的科目 我真的拉不起來 如果你要我再花更多時間嗎? 我真的沒辦法 我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每天三個小時 已經很多了 相較之下 數學這顆 當初也是A++ 上了高中之後 依舊順遂 我在高一上學期 就先修完了高一二的數學 我完全能感受到 我對這兩顆天分的差距 聽起來很悲哀 但我覺得 認清自己的極限很重要 但並不是說 你就要擺爛 而是盡力去達到自己的極限就好 那你會說 怎樣才能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 答案是 你只有付出 你才有辦法知道自己的極限 而且是要你盡全力的付出 努力不是為了收穫什麼 而是要給自己一個 不要後悔的理由 還有 一個坦然面對失敗的勇氣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 你考得好嗎? 你的紅樓夢醒了嗎? 路上隨便抓一個人問 考上見宗難不難? 他們可能都知道 要考上見宗很難 但只有 拼命追逐夢想的你才知道 要考上見宗有多難? 你只有明白自己摔得有多慘 你才會真正的去改變自己 人生沒有永遠的成功 也沒有永遠的失敗 人生不是 沒上見宗就不完美 不完美的是 你沒辦法面對自己 15年後的你 也許會記得了 15年前那本筆記本上寫著 目標見宗 這四個字所代表的意義 不是你是否考上了見宗 而是紀錄那個 還有勇氣 把夢想掛在嘴邊 追逐夢想的自己 但 最後的最後 我還是想跟你說 一個人 真正的價值 不是在於你身上的鼠包制服是什麼 而是在於 你有沒有即便失敗過 還是有勇氣 追逐夢想的那顆心 請記得 請記得 此時此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